是的,已經聽到和看到有馬在那裡 唉,你們問我是否羨慕呢? 我又不是特別羨慕的,我也想到 去到蒙古國的時候,去大草原那裡自由奔放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適合我 其實就算我考BHS那些 你們知道我的人不是很懂考試的 還叫我做獸醫,我又怎麼做 一旦有人會說,你將中醫和獸醫結合就可以了 那我就說,中醫和獸醫結合 首先要有個中醫的Degree 你知道中醫學位,你不要開玩笑 中醫的學位應該照理上要很嚴謹,很嚴格 就要好像讀西醫那樣,因為你也知道 就是你醫死人,或者是醫傷了別人 或者是醫不好別人,別人投訴 或者別人真的死了,或者是坦了 或者是有些什麼三長兩短,冬瓜豆腐 甚至乎是別人可能變了傷殘人士 就算心理醫生也是 我覺得醫者這一方面應該是很嚴謹,很嚴格 別人的學位就學三年 我說做醫師的學位照理上 應該要學至少四年或者五年 就是這樣 那你再加上獸醫,對不對 那就是怎樣 不斷讀書讀夠十年 是不是 而且你獸醫讀的東西都是西醫的東西 基本上 就是 我想說中醫和 就是 說真的,中醫在獸醫界 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就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因為它的概念實在是太新了 就是你根本是 你哪裡來一個很多年 不是,你哪裡來一個五年的學位 就是四五年的學位去讀這件事 嘩 不可能 是不是,除非你有人真的 自創 那樣 你看 我 我不會亂鬥些樹的 我自己看哪棵樹是 適合練功我才去動它們 你知道的 你看